我拿去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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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裡咬著吸管往前衝 這一關要比的是用吸管調橡皮筋誰的數量多 只見志工們為了點數豁出去 拼命要將雨傘架上的橡皮筋全都調下來 在這一天下午 志工們在活動中心集合 這次沒有要去打掃 而是要參加禮辦公處 專門為他們安排的臉環活動 安排了好幾項的關卡 讓志工們在遊戲中賺點數 因為今天志工聚餐 還沒給 還沒給大家參加疑心節目 給大家人來運動 這就 發展志工 不要說都在外面 裡面也是 我們面前要大家 來運動運動 歡喜歡喜 汐止區里門裡獲得新北市里環境認證五星九連霸 平時在環境維護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尤其志工們都非常辛苦付出 為了感謝他們 也讓他們可以放鬆一下 歲末年中設計了遊戲賺點數的活動 而且一樣結合環保 現場用廢棄的資源回收品 像是這個就是用壞掉的雨傘 留下的傘架做的 另外保齡球的項目也很有趣 是利用回收保特屏 透過巧思 讓大家都玩得好開心 而中間的這個拍氣球 還能夠鍛鍊體力運動一下 用文拍拍氣球 氣球不落地 為了賺點數拼第一 志工們氣喘叙叙 橡皮筋接力賽 第二年打氣球 打得蠻有趣 喜歡 對 有難力喔 我80歲了喔 我們辦桌的活動 現在用的都是資源回收 都要用錢 中間也是一樣 資源回收 抽到順利 留給大家分 有用吸管挑橡皮筋 還有保齡球 拍氣球等項目 志工們玩遊戲 賺點數 再換衛生紙 洗衣金等生活用品 現場歡笑聲不斷 這層慧林希致採訪報導 更加 審慘